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你们可能都看了上一集图有秀大会啊 我们上了那个节目 虽然上了节目 但我们不是那种上了节目以后 就一个劲地看这个节目的人 我们只看自己的片段 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打开了弹幕 想看一看网友对我们的表演 都有什么样的评价 都有什么客观的暂时 然后就看到 大部分的弹幕都指出了一个问题 左边的那个脸更大 我就很烦这种弹幕 看个脱口秀 弹幕全在刷脸更大 还越发越多 越发越多 把我小巧的脸都挡住了 当然挡不住他的 当然也有弹幕不这么说 他们非常有礼貌 说话一点都不阴阳怪气 他们说两个都挺好的呀 但为什么左边的这个 站得离尽头更近呢 我觉得吧 你看脱口秀你就看呗 你管人脸大不大 又不影响你看脱口秀 除非真的大到影响你看脱口秀 看的时候你就一直在想 这哪里是双胞胎呀 这一个比一个大呀 这是套娃吧 所以做完节目 有段时间我就很怀疑自己 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去瘦脸 这样跟他更像一点 所以他就不吃外卖了 他开始自己在家里做沙拉吃 结果我们吃沙拉 吃了整整三个月 发现吃沙拉对脸变小 真的有用 我的脸缩小了 我的脸也缩小了 开始减肥以后呢 我就发现 我吃的东西越来越贵了 但是成分越来越少了 买杯酸奶不是无糖的 就是低脂的 上次我看到一块代餐饼干 上面直接写着 无糖无盐无油 无脂肪无碳水无能量 我当时就打给了宇航局 说我找着了反物质 老龙肯定很喜欢他们 我们还关注了一些时尚公众号 自从关注了他们 我就觉得自己身上的毛病 越来越多了 比如现在夏天到了 我只要随便打开一个 就会看到上面在说 大家都开始脱毛了 你不脱吗 人家的小腿都光溜溜的啦 只有你还留着胡子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推荐 各种美容衣 什么微电流美容衣 激光脱毛衣 乱七八糟一大堆 那这种东西我们都是 一看就知道 怎么可能有用嘛 我买来试试 所以现在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对着镜子 先垫自己半个小时 再烧自己半个小时 为了美一点都不觉得疼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原来电的是他呀 那这种文章看多了 你就会觉得好像女孩子身上有毛 都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尤其是夜毛 好像男生只要看一眼 就会头晕恶心想吐 夜毛要是这么能让人难受的话 女孩干嘛不用她来防身呢 平时要走夜路就提前假好 碰到了坏人 坏人说 你不怕我吗 我说 你不怕尴尬吗 我一拍了 李亮真是一拍 来找人机会 完了 不好搞 我们俩现在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 其实我们俩经常会吵架 每次他来说我的问题 我就转移话题 说他的问题 我说今天你怎么又没刷碗呢 我说那你昨天还没刷鞋呢 那我还没说你乱放牙刷呢 我找不着你牙刷怎么刷鞋呢 不过现在我们吵架吵多了以后 我们俩都成熟多了 现在我们要是再吵起来 我就会说 等等 我们先不要吵 我们先冷静下来 我说 那你先从桌子上下来 那麻烦你先把桌子放下来 有一次我气得不行 我去把我妈找来 我说 妈我不要跟她这个人注意气了 她这个人太倔了 我妈她不会当面说谁 她会把她拉到一边 然后悄悄地说 哎呀你不要跟她计较嘛 演乐这个人是有点缺 我说 妈我是演乐 哎呀我就那个意思嘛 你就让着点妹妹嘛 妈我是妹妹 你们俩不站一起 我看不出谁脸大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我感觉杨丽颖穿上这个混进去 也看不出 我们最近做节目呢 其实压力还挺大的 李诞在群里问大家 段子写得怎么样了 我们都不敢说话 因为我们怕李诞发现 我们还在这个公司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婚姻 因为我们俩的关系 其实很像婚姻 第一 我们欣赏彼此的长相 第二 我们孝敬彼此的父母 第三 我们之间只有亲情 没有爱情 我妈最近还开始 跟我们俩催婚了 我们就特别烦她 因为她一催就停不下来 听她催婚就特别耽误时间 听她催婚的感觉 就像经历一场精神上的腹泻 就是我以为她终于要结束了 我一站起来 她又来了 我妈最近还会给我们两个 介绍相亲 有一次她联系了 她的一个朋友 给我们俩介绍了 她朋友的一个儿子 我们现在就怕她 到处去问别人 张姐 你们单位有没有人品好的 工作稳定的 相貌端正的男 双胞胎呀 我们身边就总有些人 特别烦人 自己结婚了 就开始催别人结婚 搞得我觉得 婚姻这个组织特别神秘 你进去了 就得发展下线 我觉得你不要总想着 把婚姻安立给别人 你的婚姻好 不代表我的婚姻就会好嘛 那是想找优越感 那根本就不是想分享 你要是真心想分享 就应该让大家都 加入你的婚姻 而且他们催婚用的那些理由 真的太损人了 什么岁数到了 差不多得了 再不嫁你就嫁不出去了 怎么能用这种鬼理由 去说服别人呢 这种鬼理由 不应该留着说服自己嘛 而且你很难想象 一段美好的婚姻 会开始于这样的理由 你们想象一下 要是威廉王子 跟凯特求婚的时候 凯特他妈 从马车后座上冒出来 跟凯特说 你都三十了 差不多得了 就这个 好吧 但是我妈还会跟我们说 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 婚姻是为了 两个家庭的幸福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妈一定要决定 我嫁的是谁 这样即使我离婚了 至少我妈幸福过 我觉得我妈 就是电视剧看多了 她看的那些剧里 一段美好的婚姻 只需要一个人的坚持 不管老公变成什么样 好女人都要一个人扛下去 老公变成一个 不顾家的人 她要一个人扛下去 老公变成一个 不爱她的人 她还要一个人扛下去 就算她老公 变成一袋土豆 她都要一个人 把她扛下去 对他们来说 婚姻就是给老公 多做一碗饭的事情 饭放凉了 就再做一碗 再放凉了 就再做一碗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在 祭奠她老公呢 搞得好像一个女人 她只要没有爱情 她就什么都没有了 女人之间 连友谊都没有了 连闺蜜 这个词都有贬义 比如我们跟杨丽 玩得挺好的 如果我说杨丽 是我哥们 你就感觉我们关系很好 但如果我说杨丽 是我闺蜜 你就会 要爆料了吗 是rock吗 在这儿埋着 这个没办法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 现在我们在电视电影里 都看不到真正的女性友谊 但是能看到 特别阳光的男性友谊 你们想想那些海报 如果是一群男生朋友 在海报上 他们一定特别开心 比如中国合伙人 但如果是一群女生朋友 在海报上 他们就已经开始 互相伤害了 小时代 乘风破浪的姐姐 我们能想到的唯一一对 不勾心斗角 不互相伤害 又不抢男人的双人大女主 就只有闪灵 我这个衣服 演绎她的表情好吓人 这也到了 观众看 这没智了 这不当 这个观众接到了 但如果闪灵 是一对男双胞胎来演 他们俩就会这样 然后我妈看到一对男双胞胎 就会说 要不要相亲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你们都看了第一期吗 看了应该知道 我们在第一期 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节目播出的时候 有人发弹幕指出 左边的那个脸更大 所以呢 我们在第一期 就吐槽了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我就想 只要我自己 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就不会有人 再说我脸大了 现在第一期播了 所有弹幕都在说 你不说 我还没发现呢 然后呢 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私信 你们俩好像啊 姐姐看着妹妹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自己在照放大镜啊 还有这样的 你们俩好像啊 脸大的那个 要是想躲在 另一个后面 会不会看起来 像玉环石啊 搞得我都有点想减肥了 我就发现 好像女生现在特别容易 有这种身材焦虑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 减肥就是励志 胖就是堕落 身材不好 还有点不道德了 那要是别人问 怎么区分我们俩 我就说 你仔细看 我的脸比他更堕落一点 而且现在大家 对瘦的追求 真的越来越疯狂了 女生应该知道啊 今天有一个品牌的风格 特别火 叫BM风 就是那种短上衣 超短裙 这家网红店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家衣服 只有小马 这算什么特色 这不就断马了吗 我们真的去逛了 那家网红店 在他们家排了 一个小时的队 一直在担心 会不会穿上不好看 结果发现 穿不上 然后我就硬穿 结果腰那里就特别勒 但至少它还能穿进去 我都穿不进去 不是腰穿不进去 是头穿不进去 我觉得这家店 穿不上的 你就不要让进了嘛 你的门就不能 重新设计一下嘛 你就把门换成一张 只有BM女孩 能钻的高压电网 王妍也是小马的 让我们这些PT女孩 普通女孩 长长记性 但是还有很多普通女孩 想穿上这些漂亮的衣服 因为我们从小 都是被这样教育的 比如我妈跟我们讲 灰姑娘的故事 谁能穿上水晶鞋 谁就是公主 大姐穿 穿不进去 二姐穿 穿不进去 只有灰姑娘脚小 能穿进去 我妈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漂亮衣服就是小马的 然后王子跟灰姑娘说 嫁给我享受荣华富贵吧 灰姑娘说 哎 你那点钱 我还不如去投资 做大马女装呢 现在只要你上网 就有无数次机会 觉得自己胖 最近我们看到 两条女团的热搜 第一条是 乘风破浪的姐姐 金沙带衬吃饭 金沙吃饭的时候 直接掏出一个衬 衬她那盘小沙拉 我一开始都没看出来 那是一盘沙拉 我还以为是一叠榨菜 另外一条是 创造营的热搜 他们让一群女孩 比谁腰细 搞得两排栏杆 中间的缝越来越小 看谁能从中间穿过去 我就想 练出这么细的腰 是有什么用 难道是要成团以后 一起组队 去地铁里逃票吗 最后真的只有一个人 通过了那些栏杆 是一个腰宽 18.5厘米的小女孩 我当时就想 他们选出一个 这么瘦小的小女孩出来 是要干嘛 是要献给金沙吃吗 最过分的就是 还有什么身材挑战 什么反手摸肚脐 锁骨放硬币 我的锁骨上 为什么要能放硬币 是有什么好处吗 是我在这里讲脱口秀 如果我讲得好 你们会往我锁骨上 扔硬币吗 有用 什么你也有用 只有老板有用 对不对 清清的 来了 来了 讲着讲着 你们一扔 我们就用锁骨一接 我们就像旅游景点里 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一样 我们俩要是 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 那我挣的肯定没它多 看着我们 你们都会说 扔这个 这个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我们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我们活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机会 说一句完整的话 我们从来都没有独立过 我比他早出生五分钟 我活了二十五年 我的人生安静过五分钟 我一分钟都没安静过 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一起 他连上厕所都要跟我一起去 他这辈子离我最远的一次 是有一次他去帮我拿纸 所以我们就很想成为一个独立女性 体会一下独立的感觉 尤其是经济独立 因为她天天花我的钱 我也不是想花她的钱 只是我能随时面容解锁 她的支付软件 只要她解锁的时候 脸离得远一点 我们现在离三十岁也不远了 三十岁确实是很重要的年纪 女人一过三十 就不知道是该做自己 还是做医美 一打开电视 每个四十多岁的姐姐 都有一张二十多岁的脸 还跟大家说 不要怕衰老 要笑对衰老 打了针还笑得出来吗 你笑得出来 我也看不出来啊 所以姐姐们 其实还是怕老的 但如果尘封破浪的姐姐 真的变成一档 不怕老的节目 一群姐姐在台上 不洗脸 不化妆 瘫在沙发上 互相吹捧 你不洗脸的样子 太洒了 你的啤酒肚A爆了 这哪是尘封破浪的姐姐 这不是那档 做家务的男人吗 最近有一部 讲独立女性的剧 叫三十而已 我看了这部剧 一共看了三十分钟 只看了那个 打耳光的动吐 我就很奇怪 一个现代独立女性剧 还在写打小三 上来就打 上来就打 就不怕老公 找个强壮的吗 反正只要一老一小 两个女人 同时出现在电视上 一个就在打另一个 原配打小三 娘娘打妃子 婆婆打儿媳 一个年长的女性 就可以随便打 一个年轻女性的吗 不会有后果的吗 不会的话 这不很好啊 这种剧 真的别再拍 独立女性打小三了 搞得好像 独立女性 手劲越打越独立 以后两个 独立女性见面 都得先过招 你好你好 你打过几个 我打过十个 你打过几个 假发套 我都好过三十个 好厉害 三十而已嘛 而且这种剧 就会让你觉得 能把恋爱谈好的 都不会是独立女性 都是绿茶 独立女性 就不配谈恋爱了吗 就不配吵CP了吗 就不配提Rock 和建国了吗 好像一个女孩子 想谈恋爱 她就得去学绿茶 想独立 就得学独立女性 如果她又想独立 又想谈恋爱 她就得精神分裂 分裂出一个绿茶人格 和一个独立人格 面对男朋友 哎呀 我要吃你的冰淇淋 但我只是自己买的 哎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再给你买一个吧 因为我挣得比你多 哎 对不起 我有精神分裂 我没有 我哭了 我装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